各位家長,你們好 現在我們要介紹的是Lady Bird出品的小飆蟲又有英文 這套其實是在歐美那邊給小朋友學習英文的 由零至七歲分開五個level給小朋友學習 現在由我們代理將它轉為中文加英文的學習 亦都可以香港的小朋友亦都適用 其實這套教材由Lady Bird研發 Lady Bird是一間英國的出品公司 家長對他的教材應該更加有信心 而且透過各式各樣的玩具書、布書、硬皮書 以及一些可以接頁或者可以寫粉筆字的書 去互動式地教小朋友的英文 比起外面坊間一些系統式的教材是更加興趣的 另外他亦都配了一支第二代的乾筆 他可以隨時隨地點起不同的書就發聲 比起第一代在用電量上省了電 另外就是不需要用一些控制卡 或者在書上點一些特定的地方 他就已經可以發聲 在使用上比起外面的乾筆更加方便 他亦都配了一些DVD、CD 用動畫形式去學英文 自然小朋友就可以聽懂英文的環境 去學習英文 他的教材其實分開很多不同的種類 包括一些布書、洗澡書、洗澡書 給小時候的小朋友 包括零歲或者幾歲的小朋友 去慢慢接觸外面的世界 去知道外面的世界會包含什麼 到大一點就用一些硬皮書去學習數字 或者一些簡單的英文字句、短句 或者一些新聞生字 到大一點就小朋友 就可以用一些互動的形式去學習英文 包括一些有治療的效果 或者需要小朋友在故事裡面 找一些特定的答案 或者做一些互動的動作 到大一點就有些圖畫書 和一些學習寫字的圖書 可以給小朋友去學習的 這套教材出了之後 就拿了很多獎 大家可以看到 其實他拿了很多不同的國家 包括英國、美國的獎項 另外他的筆 也榮獲了意大利那一邊 波羅娜兒童書展的最佳教育產品獎 我或者看看這套教材包含什麼 首先他有一本光學筆的使用書 其實這支光學筆 比起外面的光學筆 就像一個英文老書一樣 去教小朋友英文的 因為其實點下去的時候 不單是可以只是發聲英文 其實裡面還會告訴小朋友 好像一個老師形式去教小朋友 稍後我可以給大家看 就是調教一支筆 如何使用 以及每個chatter 有什麼地方可以點下去 包括圖、字、封面、封底 都可以點下去發聲 這是第二代的光學筆 這本是教素木字的 這本可能是小時候教一些玩具 我給大家看 如果大家看到星星 好像很簡單 好嗎 其實不是的 其實它的光學筆 就會教大家裡面 星星 它會怎樣教呢 譬如這個是火車 我點下去 它有火車的聲音效果 它還會好像有個老師出來教你英文 大家可以聽聽 是 其實是教小朋友一起講、一起唱歌 就跟其他人的光波有些不同 好像有個老師在教小朋友一樣 這些都一樣 一些汽車的效果 接著有個老師出來教小朋友 這些都是特別的效果 吸引小朋友學習的 還有看圖書 到小朋友進階 其實可以分開不同的書 一些學生字的書 不過這些都沒有 你看到我是不需要點任何的控制卡 或者要點在這本書任何地方 在第二內的光筆 好處就是小朋友拿起其中一本書 點下去就會有發音的效果 這些圖書都很發音 有時候會有 這些會學一些數字 簡單一點 英文 另外小朋友小時候也可以透過這些布書 去學習 它也有些很特別的質感 給小朋友摸 知道其實外面街 羊會有這樣的羊毛 兔仔會有這樣的毛 透過一些我們叫做五感的學習 透過一些觸摸 甚至小朋友可以照鏡 一些洗澡書 防水的 小朋友一邊洗澡 玩的時候都可以學習 或者玩遊戲 當小朋友大了一點 其實他的教材就會一邊進階 例如怎樣封面 唱歌仔 這些有些質感 聽完歌仔之後 小朋友可以學這首歌仔 有什麼動作可以配合和家長一起玩 例如這個 他要舉手 EIEIO 這裡好像有個老師 他教育小朋友的動作 這裡是六個書 這個圖書也很有趣 二位小朋友 找回答案出來 那也可以 找回答案出來 那當然是怎樣 誰在下面 Who is under here Who is under here And slowl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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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Up here 三個 三隻Buddy Beetle Baby Beetle 1 2 3 學數目字 這個給小朋友 學數目字 這套教材 也配了親自學習手冊 讓家長教育小朋友 怎樣用教材去教 他不同的level 由level 1 教我的家長 怎樣用教材 配合遊戲 去教育小朋友 對小孩子 更大 到level 2 要專注學什麼 哪些是重點 教育小朋友 怎樣用 到level 3 到level 4 和level 5 用什麼教材 去教育小朋友 另外再多多點些給大家看 這是黑板書,裡面亦有粉筆 可以讓小朋友用來畫畫,寫一圖書 這個設計亦有得獎 畫了之後可以用水擦乾淨 亦可以發聲 這些也是畫畫書 例如英文圖書 這是一個特別的設計 輕輕輕輕的 反光的設計,現在開始學習 這裏也靠一些奇異形式吸引小朋友學習 另外也有自展書、圖卡書